有很多东西不是说好就OK的 更多的是适合 就是这个音色适不适合这首歌 你适不适合你想要去表达的情绪 跟你觉得够不够独特 这是你自己告诉自己的 而不是别人去告诉你的 在这个金属上给情绪 声音已经很稳定了 给情绪 来 我就发现其实它不仅仅是一种感性 它更多的是理性 音乐工程 包括你怎么去调整你的 音色 也怎么去调整所谓的音响的评断 让它整个听感更加的好 这些其实都是一些理性的思维 或者说工程的思维去做这些事情 其中我在 就是 斗结着最后一个共争 这个阵子要不要这样收 我觉得可以了 因为你就是要有那种 然后就能够了 再播一下 老师那个影字能不能提一下 影字是吧 要影字 OK我试试 电影那个会不会扯啊 没有我们剃了一个电影已经好很多了 OK 嗯 行 那我没什么其他的 OK那就 好 合声吗 合声呗 诗情电影院这一首是一首粤语歌 就是大家只会觉得说粤语歌只有香港的音乐人在做 我也想告诉大家 关于粤语歌这一种文化 或者说关于粤语歌这一种语言 粤语这种语言 也有广东的音乐人在做 这其实是一个变迁的时代 当然我也有点说着就是两个人的感情就也像着这时代的变迁一样也变化了 如果说诗情电影院是关于爱情的一个怀念 那一首关于爱情的期待就是另外一个层面了 当这首歌装歌写 我当时我跟他说 我说 你帮我写一首关于期待的 就是希望有个人陪伴 关于冰岛这一份记忆 就是麦俊龙先生 他的《雷克亚维克》所写的那样子 因为这是他们故事 那张专辑的一个终点 就是一个去了福岛 一个去了冰岛 从听了那首课之后 我知道冰岛的首都是雷克亚维克 我再去了解冰岛 我再去查看它的一个景色 我才知道我原来想去向往这样的地方 想去这样的地方看一看 这个比昨天的大 我可以往后再靠一点 可以再往后靠一点 人往后靠 往后面靠 你能缩来 这缩起来一点 对对对对 哦 太脆了 所以都进去了 第五首 我们定的主题是叫《游影》 我希望这首歌能陪伴你们 也希望这首歌承载着说 有一些因为各种种原因 不能在你们身边的一些人 给你们的美好的回忆 能够陪伴着你们 就算见不到你最想见的人 但是他的回忆能帮助你开心 就是不要难过 或不要觉得见不到他 很难以忘怀这件事情 我更希望是你真的想起他 他跟你一起所共同经历的事情 能够给你支撑下去的动力 然后这一次的六首歌 我都是从开头的策划 然后再到跟企划团队开会 我们订单目 订主题 订歌词 我又想到那个公仔那么重 这个确实太重了 刚刚我钻进去的那一刻 然后出来的时候 看到四五台相机在对着我 那个时刻真的是要不可以 小手 小手 这边有一个 这个是吗 出来了出来了 右边拿给出来了 这个手帮我把那个袖子拉出来一下 熊飞 其实是一个比较新的尝试 比如说第一次被落叶铺天盖地 然后第一次穿那个熊 然后第一次进一个浴缸里面拍摄 这都是一个比较新银的尝试 这都是一个比较新银的尝试 其实我不是想要给大家看到 我第一次做歌 我做歌有多么做得好 或者说多么多么的让人觉得 这音乐特别好听 我都不是奔着这个曲的 因为我觉得我第一次做 我肯定会有经验不足 我肯定也会有说表达不清楚的东西 那其实我更想告诉大家的是 我希望让大家看到说 其实我对这件事情 是真的想去认真的把它做好 而且我也想告诉大家 我真的是可以唱其他类型的歌 我只想让大家可以感受到 原来田文杰在以他的方式 去做音乐的时候是这个样子 他能带给我们更新鲜的东西 或者说更加好玩的 或者说更加特别的 对 这可能是我想要去表达的吧 你可以收集很多关于我的东西也好 如果你看完那些东西 能让你觉得在这个 令你不开心的世界里面 能找到一丝安慰 找到一丝能量 让你继续的去生活 让你继续的去知道怎么去笑也好 怎么去哭也好 那就是我在你的生活里面的现实意义